红线跟白线缝上去的 看起来是不是就像一个亮片一样 你看我们的老人家多有智慧 阿树王留玉妹老师 向民众讲解 阿美主张则在服饰上的美学运用 而她一群这样的特色 创作在现代服饰当中 色彩不突兀反而搭配得宜 令参观民众相当佩服 传统的东西放在现代的服饰上面 让现代的年轻人都会的汉民族 他有办法接受 秀出来的那个样式都非常的特别 然后都是有传承到老人家 传下来的那种传统 我的感觉就是他过去的 不管是老人家 最老的他就去找他 然后他直接抽起来 真的创作蛮漂亮的 阿树王留玉妹老师 因为专研阿美主服饰 且在创作上别具风格 深获民众喜爱 黑就是黑 桃红就是桃红 就是很冲突的颜色 可是这就是我们的特色 一个族景 他们主要的设计 他们都已经从传统到现代 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很大 那就是他们的美 这次在彰化原住民生活馆开展 展期到11月18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到现场欣赏 原市新闻 马都卡拉方案 彰化市采访报道